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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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你怎么反应那么大 你这是随我呀你 妈怀你的时候 我也是吃什么吐什么 好奶奶 好奶奶 谁呀 来了 阿姨 阿姨我想来看看邹宇 邹宇 邹宇 你怎么样了 我没事 快回去吧 嗯 那我其实 我还想跟阿姨再谈谈 阿姨 我已经想好了 我知道您会对我 有一些成见和偏见 我以我去世的母亲 向您发誓 我真的爱邹宇 我恳求您把她嫁给我 阿姨我已经想好了 我会带她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结婚 我会保护她 把孩子生下来 我知道这样做对您来说有点自私 但是您放心 等孩子顺利生下来之后 我会接您和邹宇去和我们团聚的 邹宇 你从来没过过苦日子 你根本不了解你们将来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爱邹宇 我相信 不管在哪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有能力养活我的妻子和孩子 那你们邹家那边怎么办 没有邹宇 我的人生是不完整的 面对一个不完整的人生 再多身外之物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是说邹家 她会放过你吗 她会放过我们吗 别难为我妈了 我们俩出去谈吧 等我 你放心别嫌我啰嗦 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小语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相信我 你对我说的每句话我都相信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启程 我累了 我想回去休息了 好啊 你回去歇着 所有的事都交给我来处理 这样 你休息完之后简单收拾一下 明天下午我就来接你好不好 那我走了 那我走了 小语 怎么样了 说话呀 谈得到底怎么样了 妈 我想离开历程了 你还是决定跟她一块走啊 你还是决定跟她一块走啊 我一个人走 我想过了 这件事情只有我消失了才能解决 我消失了 他们就不会找你的麻烦 不会找起政的麻烦 小月也不会难过了 我还是消失了 你一个人能去哪儿啊 你想急死我呀 想活活不好 想死死不良 周律师 听说你最后还是把孩子留下了 我很遗憾 江先生 你要的无非就是 让林启正回到江新娘的身边吗 如果我告诉你从此以后 我从林启正的生活里彻底消失 你还会介意这个孩子吗 彻底消失 对 我已经想好了 我要离开这座城市 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所以 请你不要再难为我 和我的家人还有林启正了 好吗 我凭什么信你啊 我做到了 您自然就相信了 好 好 建总 留下这个孩子 早晚都是个事啊 是啊 不过你听说我有个词 叫意外吗 意外 明白了 我看见笑手手的 看见笑手手的 月月 未来有一段时间 你可能不能天天都看见我了 为了保全我们这个家 我不得不这样做 我会选一个很漂亮的城市 布置一个很温馨的家 然后把你和妈妈都接过去 到时候你一睁开眼睛 就能看见我们的新家 小鱼 姐姐一直有件事情 想告诉你 算了 还是等你醒了再说吧 你一定要好起来啊 一定要赶快醒过来 我和妈妈还有姑妹 都等着你呢 走回 委屈你了 没事儿阿姨 你别想那么多了 小鱼 小鱼 我跟你一块儿去 小鱼 我跟阿姨商量过了 我曾经答应过你的 你忘了 咱们找一个邻家找不到的地方 等安定下来以后呢 我再把阿姨和小鱼接过去 等小鱼醒了以后 我就跟她说 这是咱们俩的孩子 你放心 我会一心一意地 爱这个孩子 能给我这个机会吗 你说这一切是不是都是命呢 我跟林启正注定不能在一起 所以老天爷就给了我这个孩子 我想把他收下来 我想跟他相依为 你会不会把他相依 也会不会把他相依 他不会把他相依 你真是 孙晗 你又跟自己的心一身 我跟你说过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支持你 如果你不想让孩子叫我爸爸呢 没关系 我做孩子的干爹总可以吧 你就权当是为了让阿姨放心 让我陪着你去 行吗 小玉 答应吧 就算 就算伤疤踏实 就这么定了 城市我已经选好了 那边有我的老同学 也许有个招影 机票已经订好了 明天也怎么出发 阿姨 那我先去准备准备 你也准备准备 妈 照顾好自己啊 我们安顿好了就回来接你 别管我吧 死气好好的吧 啊 阿姨 给我 放心吧 阿姨 给我 走了吗 照顾好自己啊 嗯 照顾好自己 小语 老大 你真就这么走了 不跟家里说一声 说了只能增加不必要的麻烦 那 那董事长那边问起来 我该怎么交代啊 老大 你这到底要去哪儿吗 别问了 你知道太多 只能让你以后更加为难 宋云 阿姨 我来接奏语 小语已经走了 走了 是什么意思 阿姨 他给你录下一封信 看看就明白了 阿姨 那他去哪儿了 对不起 阿姨 阿姨 齐正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已经离开了 对不起 我骗了你 但请你相信 这对你我来说 都是最好的选择 也许我们每个人 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肩负着只能自己去 完成的特殊的事 我会去一个全新的世界 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 养大 和他相依为命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 因此也请你去做 你应该做的事 保护林家 保护智林 也别再伤害 深爱着你的江星瑶了 她是那种为了你 可以付出一切的女人 不要试图找我 我不会让你找到我 还记得你答应过我的话吗 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一万件事情 只求这一件 你别找我 忘了我 孩子的名字我都想好 叫海星 大海的海 真心的心 我会用它记得我们的爱情 再见起着 我爱你 给你 Boxis 你认为好 他想验我 我可以了 你别让你不住 你别想验我 你别想验他 你别担心我 你别想验我 你不敢验我 你别想验我 你不客气干 momentum 怎么样医生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能不能挺过这次难关 就看别人自己的意志了 不过可能对于有些病人来说 一年内打开胸枪 又缝合好几次 让他们心生厌倦 希望家属 能尽快唤起他的求生欲望 我希望你这次醒过来以后 可以忘记过去那些不愉快的经历 我只想你记得 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 贫穷还是富有 健康还是疾病 我都会爱你 尊重你 不离不弃 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 我的婚礼不能没有新郎 不管我做什么 无论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都是为了你 你知道吗 我心里没有记得 我水到麻烦 可爱我 我 你不放下 我 你不放下 那我 走 走 小雨 咱们房子在后面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啊 我去房东那儿拿着钥匙 好 把包给我 给我 你干什么 小雨 小雨 怎么回事啊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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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车 好 医生 你快看见他怎么了 你们先出去 边缘心跳加快 静脉租车BPG 快去 大夫 大夫 我求求您了 一定要保住这孩子 两个人都有危险 你保当然是保孩子 不能大人跟小孩一块儿保吗 不能保 好 赶紧签字吧 晚了你质子都有危险了 好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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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救我的孩子 我求求你了 小姐 你先冷静一下 你的孩子已经没有了 等一下我们帮你清理一下 等一下我们帮你清理一下 醒了 太好了 好 心态已经恢复正常 好 小语 我给你炖了一锅鸡汤 喝点吧 疼吗 疼的话我帮你叫医生 老大 人家找医生 人家找医生 还没有 我去了他家很多次 他都不在家 也没有去上班 我想他会不会出去散心了 继续找医生 老大 我决着吧 等过几天你和邹律师的误会解除了 他自然就会回来找你 让你找你去去找 我哪那么废话 你干嘛呢 刚好点 你情绪别那么激动 作业不接我对话 我上午去找作业的时候 他也被转眼走了 他们一家是要彻底离开立场 你干嘛呀 慢点 你干嘛 你干嘛 我干嘛 你干嘛 我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 馨 我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 我干嘛 我干嘛 你干嘛 我干嘛 那有吗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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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人 别敲了 他们都走了 林少 林少 走一走了 你看 我跟你说了 走一走 我也知道 他去哪了 我不知道啊 你怎么会不知道 他没告诉我 我还问过他 他说他不愿意让任何人打扰了他 你想 我要知道 我能不告诉您吗 我也希望看到那种 有情人终成见术 然后泪花费剑那种瞬间 是吧 你怎么会在这 他走的时候把钥匙交给我了 说让我帮他喂喂狗 然后他说 这房子他也不想租了 那个 我觉得他 不会再回来了 他走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意义啊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我向你保证 他走的时候精神正常 特别平静就走了 他是不是还是因为周园 所以实在没办法面对你 哥 要不让我去他老家看看 看看有没有什么消息 不管因为什么事走 他都不能带着孩子 就这么消失了 他把我当什么了 哥 你别激动 冷静 冷静啊 不对不对 他肯定是有什么事 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做的 我了解他 他也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吧 高吕 我什么都没说过 高律师 邹宇他不让我告诉你 我就跟你说了吧 全是那个江心海 他亲自找上门来 威胁邹宇说 如果邹宇不离开你的话 他就一直要告到你坐牢 邹宇是为了你才离开的 你为他们一家三个女儿 老得老病得病了 邹宇还怀了一个孩子 他得有多大的勇气 才能带来一家人 离开这个城市 到一个新的城市 重新开始生活 还要得找工作 还得找房子 没有朋友 身边两个帮手都没有 难哪 一想到这个 我作为他自身的蓝颜之境 我都心疼 他并不是不爱你 恰恰因为他太爱你了 所以 所以他才这么做呢 我作为他 besch 他才一样 也不认识 你 在你身边 给你社会 就是 你找到人人 我认识 你知识 你不认识 你别在识 这是 你钱 可以 你 你 您 我知道他不回来 我要在这儿等他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一定要把作与找回来 阿凯 你跑哪儿去了 身体还没好 还到处乱跑 你过来 欣妖 我不会跟你结婚的 你胡说什么呢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 现在说的话都不能算 我很清楚你和你哥哥 为了促成这门婚姻 在背后做了些什么 是我对不起你们 你们对我做什么随时 我等着 可是我 真的没有想让我哥告你 没关系 让他来告我 我奉陪到底 但是是我对不起你们 你们只针对我行吗 别对我身边的人 是不是奏语要跟你说什么了 阿凯 我真的不在乎你心里有谁 我就想跟你结婚 我已经退到这一步了 你还要让我怎么样 阿凯 在他没出现之前 你还爱我的对不对 我以前是个混蛋 现在有可能也是 你这么想 心里会不会舒服点 我不会放过我们之间第三者的 不被爱的那个人 才是第三者 小语 你看谁来了 小语 你看谁来了 我把阿姨和小语都接过来了 阿姨 你小语最近吃得太少了 这样下去身体会垮的 你劝劝他 我走了 小语 我晚点再过来看你啊 小语啊 妈给你熬了汤 我要看着你把这汤喝下去 别让妈着急 小语啊 小语 这只是个意外 不要怪自己 好吗 天意吧 天意如此 我跟启程 都太自私了 我们伤害了小语 所以老天爷要惩罚我 惩罚我们 他就带走了我们的孩子 我们是受诅咒的一对 我们的关系开始与浩然的死 本来就是个错误 我跟启程为了在一起 差点害死了小语 后来我怀了启程的孩子 我又心存侥幸 我又心存侥幸 我以为 我以为 我以为我偷偷地带着我们的孩子 平平淡淡地生活 即使我们不能在一起 至少还有一个我们的孩子 现在 老天爷把我们之间唯一的关联也斩断了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不应该在一起 以前 我觉得我顶多不是一个好姐姐 后来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好年 现在 我连一个最普通的忙都做不到 是我害了韩兴 你到底要干什么 王姐说你两天都没有吃东西了 哥 我把我的新郎弄丢了 你别这样了行不行 是这小子没有福气 可是他说 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 这个王国队 现在证据还在我手上 我能放他出来 就能给他送进去 这次 我一定要让他跪着向你道歉 哥 哥 不要啊 你怎么还要护着他呀 那个女人消失了 他们的孩子也没有了 我相信阿庆早晚有一天会知道 最爱他的那个人 还是我 他是属于我的 爸 对不起 我没有经过您的同意 擅自取消了和江兴耀的婚约 我知道 这肯定会给志林带来很大的损失 我会为志林负责 以前 志林也有过危机和低谷 但是我们都安全度过了 我相信这次也一样 可是婚姻和事业不一样 我不爱江兴耀 我没办法跟他结婚 我必须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所以爸 我希望您能支持我 既然你已经这么说了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小语 你看看这环境 洗不洗了 到了 阿姨 回来了 小语 妈 妈 妈把汤都给你熬好了 我给你把汤去 嗯 嗯 努力把国情忘了吧 让我们在江城重新开始 人生有八苦 生老病死 爱别离愿长久 求不得放不下 这短短的一年里 我什么都已经经历过 没什么放不下的了 我什么都应该是 我能帮你 聂责 我 arch藏 我们好 那的 我们好 能帮你 我哈哈 乱 各位好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今天即将开拍的西城区五号地 紧邻着我们江市去年所开发的小区 我们江市希望拿到它 而且是志在必得 希望大家能够配合一下 拍卖会之后 我希望大家收获的是 我们江市的友谊 谢谢 看来各位已经到齐了 各位手里已经拿到了我们的 西城地皮的拍卖手册 和西城地皮的评估报告 业主的底价一亿两千万 每次加价一千万起 我们的拍卖正式开始 一亿五 一亿五千万 一亿六千万 一亿七千万 两亿五千万 还要比这更高的价吗 两亿 江市集团报价两亿 还有比这更高的吗 两亿一次 两亿五千万 一亿五千万 四千万 一亿 requisire 五千万 五千万 四千万 我急需要 你nan 你是诚信跟我作对的 这话您说的就不对了 这块地不是公开拍卖的吗 你看上了 我也看上了 还有比这更高的吗 僵尸集团 两亿六千万 两亿七千万 两亿八千万 还有比这更高的吗 三亿 三亿 三亿两千万 三亿五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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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时集团报的三亿五千万 还有比这更高的吗 就这样 别举了 你这是在求我吗 做人不能太过分 比起你来 我还真不过分 是你事约在先 让我们僵家丢尽了两年 得饶人出且饶人的哥 三亿七千万 三亿七千万 僵尸集团三亿七千万 全场还有没有要加价 哥 历程可没多大 四处输敌 最后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同意 三亿七千万一次 三亿七千万两次 三亿七千万三次 成交 哥 恭喜啊 可能 比你想象的价格 稍微贵了那么一点点 老大 你举了这几下手机 让那个江青海多花了一两千万 他让知灵亏损呢 何止是这些钱 那倒是 让你办的事有消息了吗 还没有 老大 你看你这一年去了那么多个地方 我觉得吧 这邹羽母子就是故意在躲你 要不按照你这种找法 我们肯定早就找到了 小心按说已经六个月大了 也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 那肯定是个儿子 你看你们临家发就是发儿子 对了 老大 明天去那个江城出差 还需要我带些什么吗 多洗点邹羽的照片吧 行 行 好 能不能告诉我 他到底在哪儿 你好 我是江城日报的记者 这位先生您好 我是江城日报的记者 我想问一下你 关于这一片路面积水 你有什么看法吗 这里一下也就多了 那就开车回家 水都迈到这里了 那 那交管部分的人 有没有过来管过呢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要么您问一下小麦菲 那个老奶奶看什么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小麦菲 你说你来了都快一年了 你对幸运的敏锐观察力还要提高啊 虽然你是帮助改行当的记者 可是一年的时间不短了 如果你再没有突出的表现 那试用期一过 我留不了你 我知道了 我会继续努力的 你们记住了 紧贴生活 抓住热点 明白吗 明白 你怎么来了 干嘛不通知我呀 万一我出去跑新闻怎么办 昨天就傻等个小时 我哪敢啊 万一你在构思什么大新闻 我一个电话打过来 完了 罪过大了 可是我今天的选题又被毙了 当记者真不容易了 被领导顺 隔行如隔山呢 是啊 但是我发现律师和记者有点像 总是拿别人的不幸换饭吃 你呢 总是不忍心对那些受害者群追猛打 所以呢 弄了几次选题就通不过是吧 这样呢 我来帮你提供一个大事件的一个新闻线组 真的 江城最有名最好吃的一家穿菜馆 已经装修完毕 马上就要开张了 说就好了 对 所以我去看你 我去看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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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